23岁的年纪 我找到了亲生父母 和预想的不一样 他们好像都很讨厌我 假千金一边假惺惺是好 一边陷害 亲生父母带我如同陌生人 哥哥更是对我房贼一样 我们的家产你一分钱都休想分走 看着房我如房贼的一家四口 我转身坐上未婚夫的劳斯莱斯 我冷冷地开口 天凉了 李氏该破产了 一 早晨七点 门口细微的谈话声将我吵醒 样样 你别哭 他回来对你的地位撼动不了 你才是妈妈的好女儿 我就知道你们不会抛弃 样样不管得呜呜 博扶平了手上的鸡皮疙瘩 生无可恋地看着天花板 李家以没有多余的房间为由 让我住进了最偏的客房 他们早上吃闲菜了吗 这么闲 大早上的专门跑来我门口演戏 真是辛苦他们了 床垫个的我一晚上没睡好 我在公共卫语洗漱出来 就见到了李样 他双手暴毙 语气轻风 哟 这不是昨天刚回家的姜优仪吗 怎么样 我们李家连保姆都不卸住的客房 比你们乡下那穷酸的草屋 好千百倍吧 我抬眼看他 你想说什么 李样推了我一把 我猝不及防被推倒在地 我来教育你做人 我告诉 别以为你进了李家 你就可以夺走我的位置 李家大小姐永远都是我 你休想抢走我的东西 我忍痛站起 刚刚倒地磕到了手 现在火辣辣的疼 我冷眼看着李样 因为疼痛有点恼火 正想开口就听到了 李母尖叫的声音 样样 你没事吧 有没有摔到哪了 李母关切地将李样从前到后 从里到外 无微不至地看了一遍 我没事的妈妈 只是姐姐不小心推了我一下 说者有意 听者有心 李母皱着眉 劈头盖脸地批评我 姜优仪 我告诉过你 样样是你的妹妹 你不爱护她就算了你 怎么能推她呢 我把红肿的手晾出来 李样脸色白了一瞬 明明是她推的我 讲讲道理行吗 李母因生气而扭曲的脸 也因为看到伤口冷静了 然后她冷冷到 我们样样乖巧懂事 从来不做这种伤害人的事 我耿住了 难不成这是我自己摔出来做戏的吗 你自己摔倒 就别怪样样身上 我还没责怪你推样样 别倒打一耙 李母瞪了我一眼 然后拉着李样走了 离开前 李样转身做了个鬼脸 一脸小人得志的模样 我深呼吸了两口 强迫自己冷静 虽然昨晚就领略到了 李家的不讲道理言论 但明显我还是单纯了 我从包里翻出消毒水 给伤口消毒 上好药后 我下楼吃早餐 李家一家面前 放着几大盘精致的早点 毒毒只有那个 离得最远的位置 放着一片面包 我看着那一片 一块钱不到的吐司 笑了 出于礼貌 我还是问了一下 请问我就吃这个吗 餐桌上一秒 还和乐融融的场面 突然之间凝固了 李样放下刀叉 打着声音笑着解释道 姐姐 妈妈怕你吃不惯 特地给你准备了吐司呢 你们乡下人 应该早餐就是吃这些的吧 你看妈妈多贴心 二 一口一个乡下人 我突然笑了 李样没人告诉你 乡下人早餐不吃吐司吗 啊也是 你脑子里装的那二两知识 应该没这个认知 李样气得不轻 你骂我没脑子 你个香巴佬 小学读完了吗 我可是美国留学回来的 人是铁饭石钢 我啃着吐司 嘴上毫不留情 原来是刘扬大小姐 难怪这么无脑 餐桌被大声拍响 李夫站起来 指着我怒骂 你要是不满意 就滚出去 样样还轮不到你管教 李母在一边安慰唾气的李样 真是一出好戏 我翻出了来这个家的 第八百个白眼 吃过早饭 李样挽着李母的胳膊 来到我面前 姜幽仪 中午我们有聚会 我勉为其难 带上你吧 我正想出声拒绝 李母便打断了 幽仪 样样的朋友都是 金圈有钱有势人家的千金 你该去见见世面 现在样样愿意带上你 你应该感谢妹妹 别以后丢了我们李家的脸面 好的 合着我不止不能拒绝 还要跪谢 我最后还是跟李样出门了 她穿着某品牌 我来上一年限定礼服裙 高傲得像个公主 李样一路都不屑跟我说话 她嫌弃地扇了扇空气 仿佛我的存在污染了环境 我毫不在意地刷着手机 许是看到了我的手机 李样突然哈哈大笑 不是吧姜幽仪 手机你居然用杂牌 真不怕哪天充电炸死你 我看了眼手上 没有logo的手机 应该还好吧 挺好用的 李样又摆出了 她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将她手机展示出来 看到没土包子 这可是最新款的凤梨十九 售价一万五 哦 不好意思 我忘了 你们这些乡下来的土包子 连一千五都拿不出来 我扫了她手机一眼 你这款现在售价七千九百九十九 你买贵了 李样气得闭嘴了 我成功得到了个清静 李家还有个哥哥 因为他出差 所以我还没有见到他 我把最后的希望 放到了那位素未蒙面的大哥身上 聚会地点在明月夜 李样一进包厢就被围住了 样样 你又好看了 样样 你裙子是X家的限定吧 李样谦虚无嘴笑 没有啦没有啦 杨凤的让人以为是某公司领导 见面现场 这种尴尬的社交场面 让我忍不住笑 他们像是终于看到了我 样样 这是你朋友啊 我扫尸了一圈 他们基本穿的都是礼服裙 我在这确实有点格格不入 李样面露晦气 什么朋友啊 他就是那个被找回来的 看到李样的表情 他们纷纷划清界线 对我冷嘲热讽 就那个香巴佬啊 看起来也就那样 一副穷酸样 没事的样样 我们也只认你 这一个李家大小姐 李家真是什么脏东西 都敢往家里 样样 家里的贵重物品 得放好了 某个穿金带银的大小姐 丝毫不隐藏对我的比喻 我寻了一处角落坐下 比起这个 我更对桌子上的糕点感兴趣 我无视他们的存在 美滋滋地吃着糕点 哎呀 我都不想带他来的 他偏要来 我也没办法了 谢谢姐妹们单带 今天消费我买单 那群小姐妹 细精式的无嘴惊讶 啊 不是吧 这么不要脸啊 我听着李样的话也不恼火 出门前我就知道他要放什么屁 反正不会是好屁 现在给我营造不要脸的跟班人设 还挺好玩 他们的话基本无伤大雅 在我这攻击力为零 包厢里全是杨凤李样的话 这感情好啊 有人买单 我按铃叫来服务员 点了十只大闸蟹 八只龙虾 八个顿鲍鱼 李样的脸色铁青 却保持着体面的微笑 我看着他快哭的脸 吃得更畅快了 明月夜的菜真的很好吃 我招呼上那群小姐妹们一起 别客气啊 这些可贵了 多吃点 早上没吃饱 中午可算补偿了我弱小无助的胃 吃到一半 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 故事太子爷要回国了 我拒绝的动作慢了下来 竖起耳朵仔细听 顾怀安回国了 李样喜欢顾怀安 嗯 真是个巨大的消息 手边的手机闪了闪 是一个小狗头像的联系人发消息 我慢条思理的摘下手套 回复信息 这场无聊的聚会 由我吃饱和足宣告结束 大小姐们 估计还有很多话要聊 我自觉地退出 回到家睡了两小时 我只觉得人生幸福 如果无视李样暴力拍门 将我吵醒的话 江优仪 说你穷酸你还真装上了 你知道你吃了我多少钱吗 李样一脸气急败坏 你吃了十万 我掏了掏耳朵 谢谢你啊 确实吃得挺开心的 我一脸真诚 下次你还能请客吗 李样被气得撕碎了小票 想上来推我 却被我先行一步躲开了 他推了个空 眼睛盛怒地盯着我 我无语 大姐 同样的招数用两遍 你是杀笔吗 旁边传来不满的声音 我怎么不知道 李家刚认回来的小姐 是一个满嘴脏话的人 我转头 看到一个年轻的男子 李样泪眼汪汪地跑进他怀里 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呜呜 我了然 他就是李家大公子 李景华了 李景华只手抱着李样拍背 目光寒恨地看着我 好像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 李样在我们家生活了23年 单凭这一点 你就永远都比不上他 在这里 他永远都是李家的大小姐 你也休想拿到李家的半分财产 好 说得非常好 我都忍不住鼓掌了 事实是我也鼓掌了 我笑着道 李公子和李小姐 真是一对感天动地的兄妹情啊 可以去申请 今是奥斯卡兄妹情奖项了 看着气得不行的两兄妹 我转身回房 繁琐 我这个素来秉承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原则 才来李家两天 人都要被我犯完了 连最后寄托了一次希望的李家公子 也没有可取之处 爹不疼 妈不爱 出门很顺利 没碰到李家人 距离李家一百米的拐弯处 一辆劳斯莱斯幻影正打着双闪 四 见到我 司机利索地给我开门 少夫人 顾怀安坐在后座 身上穿的笔挺的西装 大总饭十足 见到我 他将手里的文件收起 张开手准备抱我 这是我们见面第一件会做的事 两天没见到顾怀安 此刻在他怀里 我还有些不想起 瘦了 顾怀安俯着我的腰脊 给我摸的一击铃 我忙不迭推开他 脸红地偷瞄了眼前面的司机 低声警告 别耍流氓 顾怀安埋在我所鼓处 滴滴地笑了两声 好 想你了 我最受不了顾怀安撒娇了 顾怀安扯下我的袖套 看到了那一片红肿 怎么碰到的 他语气冷淡 我的新哥登了一下 完了 特地戴上袖套 就是为了不让他担心 李家人 见我不语 顾怀安收起了上一秒的撒娇 唇紧抿着 我叹了口气 在他唇上亲了亲 李样推的 不碍事 我已经消过毒了 就是看着严重 其实一点也不疼 我勾着他的脖子 开乱笑道 顾总 天凉了 李氏该破产了 顾怀安眼里满是心疼 语气冷冰冰的 好 我吐槽了好一会李家的偏心 顾怀安都认真听着 我一直都知道 他是一个完美的倾听对象 又让我们小宝受委屈了 我能理解顾怀安说的这句话 因为我除了出生 被一气到垃圾桶 几乎没再受过苦 更别说这种被推倒受伤的事 我靠在顾怀安怀里 突然觉得 自己这两天确实过得很苦 我在三保证 伤口不严重且消毒了 最后还是被顾怀安 压着去了医院包扎 伤口伤得不严重 每天涂药就好了 得到医生的回答 顾怀安紧皱的眉 还是没放下来 我知道他是心疼 排队取药的时候 我悄悄拉住他的手 顾总 笑一笑了 我下次一定保护好自己 顾怀安扯了一个不太甜的笑 要多生硬有多生硬 伯母看到肯定要责怪你了 确实是我担心的事 我勾住他的小拇指 眼睛弯弯地凑到他面前 那就请顾总给我保密啦 别叫顾总 别扭 这狗男人怎么这么难伺候 我直了腰 好的 怀安宝宝 今晚是顾是太子爷的回归宴会 我换上了某家定制的高定礼服 顾怀安和我是情侣服 提前两个月定制的 我看着镜子里一头乌黑的卷发及腰 高定裙子很美 却只是陪衬 镜子里我孵如白之玉 一举一动都宛如高贵的公主 但我不是公主 我突然想起 李昂认为我是香巴佬误会 我回李家时刚从英国回来 就拎了一个旅行箱 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 我状态极差 座位旁边的小孩子 因为可乐眉端稳脱了我半身 头发乱糟糟的 草帽也因为出几场风大被吹走 路过的小孩跑过不小心踩到 我下车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被李昂宣宾夺主了 呜 他勾着李母的手臂 装得对我一脸心疼 一脸楚楚可怜 妈妈 姐姐是乡下来的 你一定要好好对她 都是我的错 占据了姐姐的位置 李母心疼的不行 顾不上和我打招呼 心疼的拉着李昂回房间 傻孩子 妈妈只有你一个宝贝 其他的都是外人 留下我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最后还是保姆将我带去房间安置的 我正分神 顾怀安换好衣服 让我给他系领带 我和顾怀安从小一起长大 就连他成年里的领带 也是我系的 那时因为不熟练记得丑 顾怀安还被长辈嘲笑了 结果这人板着脸一脸严肃 优仪给我记得 不能笑 后来真的没人再敢笑他 我也苦练了很多种领带技法 因为只要和我在一起 顾怀安的领带一定要我记 执着地像个干部 我记好领带 给他整理了一下衣领 顾怀安头顶光 死亡视脚下我还是心动了 我默默感慨 真帅呀 还好是我的 顾怀安挽起一只手 示意我晚上 我拒绝了 顾氏集团太子爷的回国宴会 李家肯定会来 和顾怀安一起 身份会暴露 我默默舞好马甲 我抛弃顾怀安去了宴会厅 果不其然 我看到了李样 不同于中午聚会的礼服 今晚的更加浮夸一些 群称能有两米宽 不知道的以为他才是主角 他正被一群女生围在中间说话 他无嘴笑得开心 看到我他笑容僵了一下 那群女生中也有中午参加聚会的 自然发现了我 样样 你姐姐身上穿的是F家高定吗 你们家对他真好 这个款没见过呀 像F家的而已吧 不会是房品吧 李样下意识捉到房品的字眼 他面露鄙夷 姜优仪这种香巴佬 怎么可能买得起正版 他面色铁青 拖着蛋糕裙气冲冲的就过来了 姜优仪 你丢不丢人 F家的房品你都敢穿 你不会以为 癞蛤蟆穿上房品就能变白天鹅吧 我真替李家感到丢人 他声音故意放大 一整个宴会厅都安静了一瞬 所有人都视线意向我 眼神里无意不是质疑 我轻笑了声 端起服务员送过来的香槟 看着他 李样造谣是犯法的 你装什么 妈妈根本没有给你钱买礼服 你怎么知道今晚有宴会 谁给你的情帖 他故作惊讶 不是吧 姜优仪 你情帖造假进来的 说吧 他让服务员换来安保 请我出去 安保刚站到我面前 我慢悠悠地从包里拿出情帖 安保看完双手递回给我 并道歉 不好意思姜小姐 饶了您的兴致 请您原谅 他转头看向李样 一脸严肃 这位小姐 如果您再乱造谣 我们有义务请您出去 李样脸色一片红白 指甲都要嵌入手心了 我慢悠悠收起情帖 微笑地看着他 摇晃香槟 6 李样身边的姐妹 也是一脸尴尬 她们也没想到 李样这么无理取闹 纷纷离她远了些 李样突然阴转喜 一脸高高在上地盯着我 等我成为故事少夫人 我让你永远都踏不进这家酒店 哦不 是故事集团的所有酒店 都立一个将优仪和狗 不许进入的牌匾 哈哈哈哈 我一脸看神经病的眼神 李样沉迷在自己的幻想里 姐妹一场 我好心提醒 听说故事太子爷有未婚妻 不幸李吧 李样收起笑瞪了我一眼 关你屁事 顾怀安眉结婚 我这么美 她会抛弃糟糠之妻 还不是我勾勾手的事 我了然 口出狂言 原来你想当小三 李样被我的言语激怒了 手上的红酒 立刻朝我泼过来 还好我反应快 侧身躲开了 我有些后怕的 看着地上的一滩红酒 身上的李群价值5000万 要是被泼到也太不值了 李样一脸愤恨 你才是小三 你全家都是小三 不被爱的才是小三 我承诺了 原来人能不讲道理到这种程度 我换来服务员处理地上的红酒 别让无辜的人踩到 身边突然插进来一道声音 服务员这么忙 我看你就挺适合的 刚好我们家公司还缺一个保洁 要不要考虑一下 一个月给你开5000 也不至于让你过得太磕疹 丢了李家的脸 是李景华 他站在李样身边 让服务员把手上的拖把给我 服务员一脸犹豫 今晚参加宴会的人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惹不起 我冷眼看着李景华 突然觉得母亲的决定 就是一个错误 李家全员烂人 我让服务员离开 他感激地看着我 然后带着拖把走了 李景华还没有结束 怎么 让服务员离开 你要来处理 挺好的 我看你就天生是做保洁的料 李昂抱着手 一脸看热闹 哥哥 5000块工资 会不会有点高了呀 李景华思考了一下 揉了揉他的脑袋 也是 那就3000吧 我去你的3000 我的无语换来的是 变本加厉的羞辱 我忍无可忍 站起来一巴掌 就扇在了李景华脸上 他 李景华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他妈的臭婊子 你PM敢打我 托李昂尖叫的服 我们此刻成为了宴会焦点 我心里给顾怀安到了歉 一不小心毁了他的宴会 我嘴角微扬 一脸自然 打的就是你 我这人爱恨分明 刚刚有蚊子 一直在我耳边嗡嗡叫 不好意思了 李景华气得脸都红了 你别给脸不要脸 他想越过桌子来扯我 却被一只手挡回去了 李先生这是坐肾 宴会惊起了不小的波澜 因为这场宴会的主人出现了 我看了眼顾怀安 底气更足了 顾怀安语气淡淡 但了解他的人知道 他已经在爆发边缘了 李景华没见过顾怀安 一脸气愤地指着我怒骂 我教训我们家的人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外人插手了 气 顾怀安将我护在身后 李公子教训人可以 但没记错的话 这是我的宴会吧 李景华一秒变脸 伸出手想握手 原来是顾总 久养大名 是我有眼无珠 家里新任回来的妹妹没教养 我也是气急了 绝对无意冒犯您的宴会 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 要无扬威的李景华 突然变成点头哈腰道歉的哈巴狗 我惊讶于这人的转变 不参加京剧变脸 真是可惜了 顾怀安无视他的嗜好 正想牵过我 手刚抬起来就被李扬打断了 李扬掐着 可以溺死一池塘鱼的嗓音 一副娇羞的模样 顾总我是李氏集团千金 李扬 我视力极好 清晰地看到李扬眼睫毛翻起来了 顾怀安眼皮都没抬 我察觉到他的不耐烦 确定在没人的角落 扯了扯他的衣角 我听到顾怀安毫无感情的声音响起 李公子当着大众的面 毫不客气地贬低 诋毁我的未婚妻 我想这场宴会并不欢迎你 李锦华和李样两脸疑惑 顾总 感问您未婚妻是 他们视线转到我身上 表情由疑惑变得不可置信 猝不及防被迫掉马 虽然我也没想着装 我抬起手 say hello 我们顾总的未婚妻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一个叫做姜优乙的人 也就是您刚刚口中那位 没叫养的新妹妹呢 我挽住顾怀安的手 对她微微一笑 宴会安静了一瞬 突然想起热闹的讨论声 她就是顾总的未婚妻 刚刚李样还说 她身上的裙子是房品 我的天啊 李样还说她情铁造假 我真的笑死了 李样眼睛瞪得不能再大了 她指着我 你 你怎么可能 你不是香巴佬吗 我眨巴眨巴眼睛 不好意思啊 还没来得几次我介绍 你就给我定罪了 我严肃地看着李样 李小姐 乡下人有乡下人的骨气 你一口一个香巴佬 未免把自己地位 放得太高了些 你吃的粮食 穿衣 哪样离得开农民 用着他们的东西 却掉过头贬低他们 你又是什么素质呢 李样死死地盯着我 却又对我无可奈何 宴会的人风向倒戈 对着李样指指点点 天哪 原来她是这种人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她怎么能看不起农民啊 李景华脸色也不好 却还维持着体面的笑 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 优移 哥哥之前都是开玩笑 你别放在心上 我打断她 人浪费口舌 安保过来 将二人拖走 临走前 助理递给李样一个拖把 请您将红酒拖完再离开 众目睽睽之下 李样脸红得像猴子屁股 应该是被弃的 结果拖把 在地上胡乱拖了几下 最后将拖把用力一丢 大步离开了宴会厅 走到门口时 还因为走得太用力 没看到台阶 歪了一下脚 宴会开始了 我被顾怀安带到了最前排 先前议论我的 纷纷同我打招呼 夸我好看的 夸我裙子漂亮的 数不胜数 我一一微笑回应 谁能拒绝夸夸呢 爸 顾父顾母是后面赶来的 顾母始终体面的 贵妇脸上带着气氛 这里家怎么这么不知好歹 我看了眼在台上发言的顾怀安 拍了拍她的手安慰 没事的伯母 我没吃亏 怀安来得及时 李景华没碰到我 顾母一脸不争气地 看了眼字架子 她还及时 她就该寸步不离地保护你 你要是受伤 我怎么和你爸妈交代 我摸了摸鼻子 顾怀安想带着我来着 我自己拒绝了 我千叮咛万嘱咐 父顾母 此事绝对不能让我爸妈知道 顾母表示知道 一定紧闭嘴巴 还做了个拉链的动作 顾怀安之前的工作重心在国外 这次回国 顾叔叔彻底放手 让他操持国内公司事务 我十岁之后 便跟着爸妈待在国外 隐姓玩名二十三载 身份在今天暴露 我被顾怀安正式介绍 人人都知顾怀安的未婚妻是我 其实回国前 我并没有打算隐瞒身份 却不想被李漾先下定了结论 李家都觉得我是乡下来的 我不敢想 如果我的真实身份 真的是乡下人 我在李家的日子 会有多悲惨 一个抛弃亲生女儿的家庭 也许本身就充满了淡漠 宴会进行到一半 我杯子里的酒 被换成了饮料 视线盲区 我隔着西装 掐了一下顾怀安没有软肉的腰 顾怀安低头倾笑 摸了摸我的头 乖乖 你酒量不好 别喝太多 我撇嘴背过身不看他 一次酒量不好 备落终身 18岁生日那天 我因为开心 喝了一整瓶红酒 后果是断片了 但我在两家家长 和一群朋友的注视下 亲了顾怀安 此后 我就被勒令严禁酒水 宴会结束 我被李家人堵了 我看着排排站的四个人 有些无语 李母笑着走上来 想拉我的手 被我躲开了 动手动脚的 不太好吧 李母一脸尬笑 是妈妈考虑不周 宴会结束了吧 妈妈来接你回家 顾怀安拿出湿纸巾 给我擦手 我抬眼看向他 开口道 李夫人 你们李家的千金叫李样 乱认亲戚 可不是个好习惯哦 李母扯了扯李父的衣袖 让他出声 李父搓了搓手 优仪 李家是你的家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 就算是爸爸妈妈之前做错了 但是血浓于水 你应该理解我们 我冷声道 生而不养 你们本就无耻 你们现在低声下气 不过是知道 我是顾怀安的未婚妻罢了 此前是如何待我 我觉得你们给我清楚 李扬娇蛮惯了 哪受得了这种委屈 你怎么能这么说爸爸妈妈 他们如果当初没有抛弃你 你能当上顾总的未婚妻吗 忘恩负义的小人 我简直气笑了 顾怀安搂过我的腰 这么说 我家未婚妻 不仅不能追究你们的抛弃之日 还要对你们感恩戴德 真是可笑 令千金还是去看看脑子吧 就 顾怀安换来安保 将李家人轰出酒店800米远 随后他对着助理道 在顾氏旗下的所有店面门口 立上李家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好的顾总 我有些惊讶 你怎么知道这个 李扬说的时候他并不在 听到其他客人说的 我笑眯眯地盯着他 双手捧住他的脸 阿怀 你真好 顾怀安弯了弯嘴角 乖乖 你可以任性一点 这没关系的 不要总被欺负 我没回李家 李家已经没有回去的必要了 我派人将行李从李家搬了回来 听说李家要死要活不肯给拿走 但我派去的保镖身高一米九 体型堪比金刚 最后还是顺利拿回来了 我回了江家的大比数 顾怀安自己家不回 跑过来陪我 洗漱完躺到柔软的床上 我才觉得我活过来了 李家的床真的 狗都不睡 我给远在一国的爸妈打电话 两个人都显示已关机 我慌了一瞬 打给了家里的坐骑 得到爸妈正在飞往这边的路上 我更慌了 我跑去浴室门口赌顾怀安 顾怀安洗完澡出来 只围了一条浴巾 对上顾怀安的腹肌和人欲线 我突然大脑一片空白 忘记了蹲他的目的 阿怀 我能摸摸吗 我眨巴着亮晶晶的眼睛 一脸真诚 如果有镜子 我肯定能看到自己色眯眯的样子 顾怀安眼神灰色不明 我见他不出声 急了 伸出一根手指 就一次 这个月我还没摸到呢 好 顾怀安的腹肌长得刚刚好 不会过分夸张 也不会很瘦弱 我把手抚上去 手感知好 嘴巴都要裂到耳朵了 我知道这话有奇异 我脸红了红 硬着头皮解释 我是说你给我的时间太短了 上次你还让摸一分钟呢 顾怀安一脸宠溺的笑 小色批 他凑到我耳边 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我的脖梗处 婚后天天让你摸 所以我们一一什么时候答应嫁给我 猝不及防地求婚 我愣了一下 我小声为自己辩解 求婚哪有这么随便 我听到头顶传来顾怀安的轻笑 他亲了亲我的耳朵 好 一日 李锦华去公司找顾怀安 我坐在顾怀安的办公椅上 顾怀安站在椅子旁 李锦华不乏顿了一下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妹妹也在呀 我和顾怀安对视了一眼 怎么 我不能在这 李锦华打着哈哈 没有没有 怎么会 他掠过我 将合同放到桌子上 昨天我们有误会 一家人哪有隔夜筹的 顾总 这是必是最新开盘的楼盘 我真心实意和您合作 肥水流外人田 还不如留给自家人 您说是吧 以后您和我妹妹结婚 大家就是一家人 我给您让利50% 顾怀安把玩着我的头发 漫不经心地开口 50% 10 我看了眼合同 表面上是和顾氏合作 其实是想吸资金开盘 李家还真是狮子大开口 我将合同丢回 李公子的诚意不足啊 签了合同 顾氏需投资20亿 你们就给50% 打发乞丐呢 20亿丢进水里都能听个响 进了你们李家的口袋 还能吐得出来吗 李锦华没想到我会这些 他的笑尬在脸上 怎么会呢 我保证以后能让顾氏赚50亿 顾怀安没开口 文言调了调媒 李氏当真有这种本事 李锦华立刻点头 还竖起了三分手指保证 顾总 这笔生意稳赚不赔 顾怀安点头 必是这个楼盘 确实很有开发价值 但你这个合作方没有价值 李锦华愣了 顾总 这怎么说 下一秒 顾怀安助理带着一个人进来了 我见过他 京市最大的房地产公司CEO 王润 顾怀安越过李锦华 同他握手 王润看了李锦华的合同 哈哈大笑 他让助理拿出自己准备的合同 顾总 50%让利 这不是羞辱你吗 我们王室给你让利70% 这个项目我们是在必得 李锦华在一旁气得面容扭曲 却敢怒不敢言 李氏和王室根本没有可比性 他基本没有胜算 但他还是决定争取一下 顾总 生意场上要讲究先来后到吧 您和我妹妹 我冷声打断他 李公子 你一口一个妹妹 我担当不起 王室集团诚意比李氏足 我不认为官场上还讲究先来后到 而是看哪个合作方能让我赚得多 你觉得呢 李锦华忍痛割爱 我们可以让利80% 王总一脸嫌弃 你们李氏如果没有顾总的投资 能不能拿下这个楼盘还不一定 装什么清纯小绵羊 顾怀安接过助理递过来的笔 潇洒签名 王总 合作愉快 哎呦顾总 和您合作当然会非常愉快 王总开开心心地走了 李锦华则是像丧家犬一般被请出顾氏 我看向顾怀安 你其实早就跟王总合作了吧 顾怀安点头 币氏楼盘开的时候 王总就联系我了 只是没想到今天能碰到李锦华 顾总家大业大 世人都想来分一杯羹呀 李锦华没拿到币氏楼盘的项目 前期投入的资金算是白给 为了争夺楼盘 不少企业会注资争夺 听说李氏投资了近两亿 一夜之间两亿打水漂了 我还挺心疼钱的 两亿对李家来说不是小数目 这么大个窟窿 他们现在应该焦头烂额了吧 嗯 李家应该在变卖家产了 手机铃声猝不及防响起 看到来电显示 我从椅子上跳起来了 一把把手机丢给顾怀安 我忘了 二老昨天坐飞机过来了 顾怀安接过电话 语气温和 伯母 嗯 他和我在一起 好 我们现在过去 伯母再见 11 顾怀安挂了电话 我一脸生无可恋 都怪你 搞什么美男出狱 昨天想和你说来着 脑子突然就卡壳了 我被顾怀安拉着去了饭店 见到母亲 我立刻抛弃顾怀安飞扑上去 亲爱的妈妈 我想你 母亲不吃这一套 将我拉下来 下一秒视线就落在了我的手上 此刻应该精致的贵妇抱了个粗口 天杀的李家 我要让她血债血还 然后一脸心疼地抱着我 妈妈早知道就不让你回来了 让我小宝受委屈了 我见缝插针试探性问道 妈妈 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 父亲在一旁冷哼 看起来也气得不轻 你妈昨天午休做了个梦 梦见李家那个私生女把你推了 下行就立刻订机票飞回来了 我目瞪口呆 还能有这种操作 我和顾怀安交换了一个眼神 在双方眼里都看到了不可置信 母亲眼泪汪汪 我的小宝怎么这么可怜啊 是妈妈考虑不周 怎么会有人对亲生女儿这么残忍 我抱着他拍被安抚 我没事妈妈 我不是还有你和爸爸吗 我把自己保护得很好的 母亲还是咽不下这口气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他捧在手心怕话了的女儿 在亲生父母那边反而被欺负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么残忍的父母吗 我想是有的 李家最近日子不好过 因为没拿到楼盘 两亿的窟窿得补 听说李氏集团的股份价格大跌 李家为了填补这一窟窿卖房卖车 却还是有七千万补不上 听到消息 我有些惊讶 李氏虽不像我们一般有钱 但也不至于两亿拿不出来吧 顾怀安将一份资料递给我 李氏看起来光鲜亮丽 其实内部早已亏空了 此外 李氏还逃税累计三亿 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 李家补不上需要吃官司 李家突然冒出来这么多信息 我挑没看向顾怀安 这人立刻就招了 是伯父伯母干预的 我只是辅助 果然 顾家如果说 在京市算是很有钱的 那我们家则是亚洲最有名的矿产资源商 有钱有权 我一出生被丢进了垃圾桶里 本来必死无疑 却意外被回国探亲的江家发现捡到 母亲每每提起此事都泪眼婆娑 你就那么小一只 眼睛都还没睁开 在垃圾桶里都没力气哭 我们要是晚一点发现 医生说你就抢救不回来了 出生太过悲惨 母亲体质特殊 不孕不育 所以他不相信 有人会残忍丢弃自己的孩子 他派人寻找我的亲生父母 终于在我23岁这年找到了 让我认祖归宗前 他抱着我哭了很久 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我的女儿 爸爸妈妈永远在这里等你 但也是这么一个单纯的人 在梦到我可能被欺负 连电话都不打一个 立刻就订票飞回来了 我其实对亲生父母 一点感觉也没有 后来调查发现 我被丢进垃圾桶 不是受他人陷害 而是李母亲手所为 李样和我同一天出生 李样是李父的私生女 由保姆所生 她将私生女抱回来养 却残忍 抛弃了她十月怀胎 辛苦生下来的我 我至今也不明白 她为什么会如此残忍 在我的认知里 我的父母和亲人 只有江家人 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过了半个月 我见到了李样 她身上的衣服 不再是名贵的品牌 而是路边十元两件的路边摊 我还没惊讶完 她已经走到我面前了 下一秒 她在我面前跪下 我立刻侧身躲开 我真的会怕折瘦 她楚楚可怜 脸上也顾不上化妆 黑眼圈都快掉地上了 江优仪 我求求你 救救李家吧 妈妈她一夜白头 爸爸也心肌梗塞住进了ICU 哥哥每天应酬喝到贵出血 还是酬不到那么多钱 家里房子都卖了 我的衣服包包全没了 你忍心看我们家就这样没落吗 我怎么不忍心 我和李家除了有点血缘关系 其他关系一点也没有 李样来找我哭诉 还不如去想办法多赚点钱 国家的债务还不完 你亲爱的哥哥可要有牢狱之灾 李样大骂我很心 我一一接受 我连路边的乞丐都能施舍 却唯独对李家不心软 这一切都是他们旧游自取 江优仪 你不得好死 我们家出事了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都怪你 我本来可以无忧无虑过完这一生 你为什么要出现 是你毁了我的一切 李样情绪激动 站起来像个疯子一样 朝我掐过来 下一秒被我身后的保镖 踹了精明远 李小姐请自重 李样吃痛的捂住手 好巧不巧 和我受伤的是同一边 很明显 看起来他更严重些 毕竟我的保镖也不是吃素的 我出门少有带现金的习惯 但今天刚好身上有 我从钱包拿出两张 放到他身上 虽然是你先动的手 但你受伤了 我理应付医药费 李样气得把钱撕了 我反手打了报警电话 故意撕毁人民币 李样被处罚了一万元 只是令我没想到的是 李样身上 居然连一万块钱都没有 最后还是李景华带钱过来 将他保释 他一脸疲惫 斥责李样不懂事 我哪哪都需要钱 你能不能别让我再烦了 李样哭诉 那能怪我吗 都是江优义的错 李景华一脸不耐烦 如果不是你去找他 不至于又丢一万 他丢下李样去车离开 李样在警局门口哭得撕心裂肺 13 李氏宣布倒闭了 资产全部清算 李景华因为逃税罪被捕入狱 李富刚抢救过来 听到儿子入狱消息 便在犯心梗 抢救无效离世 李母因为精神错乱 错把老鼠药当安眠药 被发现时已经凉透了 李样受不了没钱的日子 嫁给了某个有钱的爆发户 那位爆发户有狂躁症 经常对他拳打脚踢 李样受不了折磨 带着几万块存款跑路 却被爆发户抓了回去 这些消息都是顾怀安告诉我的 我叹了口气 这一切都是他们就游自取 顾怀安和我求婚了 求婚那天 算是个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日子 顾怀安组织了一场游轮party 邀请了所有的亲戚朋友 他单膝跪地的那一瞬 全场欢呼尖叫 我注意到了他手在微微颤抖 这个总让人觉得沉稳的人 在此刻好像并没有表面这么沉稳 顾怀安眼神温柔且坚定 乖乖 今天是我们认识的第8395天 也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825天 我们在一起五年 我喜欢你的十年 但我有点贪心 我想和你有无数个十年 所以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眼里带泪笑着伸出右手 我愿意 因为我也是 游轮里的掌声欢呼声响彻整个海面 顾怀安在所有人的祝福声中 给我戴上戒指 顾怀安去给我拿小蛋糕了 我吹着海风看向远方 母亲在我身边落座 小宝 妈妈恭喜你 找到了人生中的伴侣 以后你都要结婚了 他将一份文件递给我 我看了一眼便推回去了 妈妈 这些我不能要 里面是江家50%的矿产股份转让合同 我原先已经有10%了 母亲轻轻地抱着我 要的 妈妈 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以后江家的东西也是要交给你的 你不会怪爸爸妈妈把这些丢给你吧 我们家家大业大 你不懂得以后让怀安帮忙分担 我有些感动 江家的股份有市无价 明明就是最诱人的东西 在妈妈眼里 却怕成为我的累赘 我本是无人爱的小孩 但还好 我碰到了爸爸妈妈 他们给我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和幸福美满的家庭 我紧紧地抱着他 妈妈 我一直爱你 江母也同样紧抱着我 妈妈也是 我和顾怀安的婚妻在秋天 因为顾怀安说 夏天太热 冬天太冷 我穿婚纱 秋天刚刚好 婚礼现场 铺满了鲜艳的颜色各异的玫瑰花 父亲牵着我 穿过鲜花铺成的地毯 不舍得将我交给顾怀安 表白环节 被誉为千年不落泪的顾怀安 潸然落泪 我手忙脚乱地给他擦眼泪 婚礼上哭的不都是新娘吗 顾怀安怎么比我哭得还伤心 交换戒指时 顾怀安深情款款 眼里的温柔能掐出水 我终于娶到你了 嗯 我也是 我终于嫁给你了